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因應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上星期訪問台灣 解放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橫台灣島的軍事演訓後 東部戰區各個領域的實戰化演練可以說一直沒有停過 隸屬東部戰區陸軍第73集團軍 一個女的炮兵分隊就展開長途機動至陌生的地域 展開誇宙夜連貫演訓 隨練官兵快速反應能力 第73集團軍的駐地是福建省廈門市習美區的板頭 央視曾稱它為對台一線部隊 是專門針對台灣的陸軍部隊 前幾天才播出他們參與登陸演習 而今次展示的圖文就介紹岸基炮兵的演訓 從圖片中可以看到部隊利用鐵路裝載快速機動 到達目的地後官兵就立即展開設形的工作 經過短暫調整後巧合就拉開序幕 隨著指揮員一聲令下向1號陣地前進 官兵們就迅速作出反應 向著預定的陣地行進 到達作戰任務區後炮兵群就以托指控系統 以及建立通訊並對氣象等要素進行檢測 為最後的火力打擊做準備 官兵可以說是亡而不亂、有條不紋地 將目標鎖定、瞄準、開山、裝填、鎖定目標後 一聲巨響就伴隨著火光、炮彈出塘 在天空中留下了一道弧線 指揮所通報了射擊的成績後 官兵就立即進行了修正 進入到第二輪的精準射擊 隨後火箭炮也走上戰場 在官兵的操作下戰神出動 對目標地區域就是進行猛烈的打擊 從接受任務到長途機動 再到射擊、演練、到偵察判斷目標 再從判斷的射擊效果到修正射向 一連串的連貫演練 有效地除煉了炮兵分隊在陌生地域 快速反應能力 解放軍這波的演訓中展示了幾種殺手間 其中之一就是PHL-191遠程火箭炮 由內地的軍事專家就指出 這次大型的軍訓 有內地的專家就指出 這次大型的演訓驗證了對付台軍 無需要東風快遞 用遠火就夠了 500公里射程可以覆蓋一切 在解放軍東部戰區 針對台島的大規模演訓中 最具有現場實感和威懾效果 可以說是對台灣海峽和台灣島以東海域的導彈和火箭彈的實彈打擊 對於台灣當局和潛在的外部干預勢力來說 這些都可以說是從頭上摘下來的大殺傷力武器來的 不僅有巨大的殺傷力 還有不少警告意味 而其中遠程火箭炮的打擊演練 也證明了解放軍大口徑火箭炮的射程 已經突破了500公里大關 其實早在2010年前後 已經有關於遠程或簡單打擊台島的相關猜測和討論 但是當時大部分的聲音都認為 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原因就是當年解放軍列裝的遠程火箭炮 難以保證遠距離打擊的精度 但從技術角度來說 這種結論在當時可以說是站得住腳 回想10年前當時解放軍陸軍使用的遠程火箭炮 是國產03式 這種炮在相當程度上參考了俄羅斯的龍捲風火箭炮的技術 相比最大射程不超過90公里的龍捲風 國內科研人員將03式自行火箭炮的極限射程 提高150公里左右 但由於當時還欠缺對火箭炮的精確制度的技術 所以沒有辦法控制火箭炮打得遠不差大 固然這個問題還未得到解決 換句話你也說 相比實用打擊價值 03式不短的射程其實更多只是威懾的價值 換句話來說 就算是當時的03式火箭炮 以150公里的極限射程可以說是笑傲全球 但在台灣海峽的闊度面前仍然不夠用 最多只能打擊到攤頭的目標 難以威脅到台島重心的台軍 因此在那段時間遠程火箭炮跨海打擊台島一時 可以說並不成熟 但在之後的幾年間 隨著解放軍相關技術快速發展 特別是導彈和遠程火箭炮和精準制度領域的進步 遠程火箭炮 在保持了成本低於導彈一個優勢的同時 最大射程進一步提升 而且在火箭炮使用簡易制度技術後 遠程打擊的精度不僅沒有下降 反而越來越高 如今解放軍陸軍 在遠分中量出了射程達到500公里的精準遠程火箭炮 就已經超越了很多國家的近程彈道導彈了 而且效果和費用相比都十分理想 隨著多款新型的遠程火箭炮 和系制度火箭炮的列裝 以往由火箭軍部隊完成的遠距離打擊任務 現在已經可以由陸軍獨立地完成 無需以不同的軍兵種合作的方式實現 顯然大大地提高了火力發揚的效率 而且對台軍來說遠程火箭炮更難應付 接著看看海軍陸戰隊在越西海域實彈演練 13日央視新聞再次播出海軍陸戰隊 在廣東西部一個海域進行實彈射擊訓練的畫面 片中可以看到兩棲戰車飯水機動發現目標後 兩棲突擊車首先對敵方發起打擊 隨後兩棲的部戰車快速超越突擊車 開展新一輪的攻擊 此外也有多架敵機偵察出現在任務空域 防空分隊迅速佔領發射陣地 利用便攜式防空導彈對敵機進行火力打擊 接著看看廈門填海興建的長安機場 完工之後離金門只有大約1.5公里 廈門正在在大登島的外面興建長安國際機場 預計2025年就會落成啟用 與金門的官澳海堤相距只有1.5公里 幾艘大陸抽砂船 近日輪近在金門的海岸上 肉眼都可以清楚看到 近日有台灣媒體引述專家擔心 未來會影響金門機場起降的飛船飛行安全 而陸委會也表示持續關注 台灣記者報導一排排的大陸滑砂船 在廈門的大登島填海造地 趕工興建廈門國際長安機場 填住填住令大登島的面積增加 同時拉近兩岸的距離 目前大登島距離金門本島只有6公里 而機場預計2025年建成隔年會投入使用 長安機場定位為國際機場 旅客量在2030年上會達到6200萬人次 不過前金門院長李柱鋒就對中平社說 長安機場已經興建多時 秋砂船早已經是私空見慣 從沒聽過有人緊張 只是有抱怨噪音問題 他說長安機場的建設已經很久了 秋砂船進進入入 那麼金門人早已經是私空見慣 從來沒聽過有人感到危險或者緊張 就算沒多久之前解放軍在台灣的周邊 進行軍演 金門內部氣氛也沒有特別受到影響 就算傳出有無人機到金門偵察 當地人是不會有太大的反應的 他說都承受過戰機打炮彈過來 無人機算是甚麼了?更枉論是抽沙船 他又形容金門人是落於見到機場落成 令到金門和廈門的生活圈升級 然後看看東部戰區研發可攜式戰場救治設備 提高戰場的救治能力 目前東部戰區總醫院 國家腎臟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成功研發 用於戰場救治的可攜式連續性血液淨化設備 這個設備可實現救治前沿 降低戰創傷危重傷患的死亡率 提供後送救治的成功率 早前解放軍東部戰區總醫院展開實戰化的遺勤演練 首次動用了動車組作為衛生列車 演練大批雙員救治和後送 在這次的衛生列車救治演練中 可攜式連續性血液淨化設備首次是配裝使用 可攜式連續性血液淨化設備 可以是配備於戰場的一線、救護車、兩棲救護船 救護直升機等移動的救治單位 在移動顛簸的條件下 穩定實現多器官功能聯合支持、穩定內環境 並且可與體外莫養合設備即ECMO聯合使用 實現體外生命支持 使得以往只能在後方醫院開展的 連續性血液淨化與生命支援關鍵技術 能夠前延到戰場一線和傷患的轉運途中 為傷患後送提供了保障條件 東部戰區總醫院腎臟病科血液淨化中心主任 葛永淳說 戰狀傷後會容易造成急性腎損傷 以及急性肝損傷等多器官功能障礙的傷患 低溫海水浸泡後出現的失溫 以及嚴重的電解質酸鹼失衡的傷患 軍事訓練傷導致的熱射病傷患 以及擠壓傷導致的橫文基溶解 進而繼續發生急性腎損傷的傷患 以及目前生化武器導致的多器官功能障礙的傷患救治 用了這個設備都可以提前救治 目前這個設備完成了體外實驗和動物實驗 基於這個設備 研發團隊還構建了一套戰時生命支援全程的救治體系 進一步提升解放軍戰時危重傷患梯隊的救治 以及後送轉運的能力 提升新時期聯勤保障部隊的為勤保障能力 最後看看中央氣象台連續24天發布 高溫的預警 多地的最高氣溫突破紀錄 從今年7月下旬以來 內地長江中下游地區等出現範圍較大 強到強的高溫天氣 多地的最高氣溫值 高溫天數都突破紀錄 今年入夏以來 內地高溫日的數多和覆蓋範圍廣 多地最高氣溫達到歷史極致 直至8月13日 中央氣象台已經連續24天發布高溫預警 其中昨天和今天連續兩天發布最高級別的紅色預警 而未來兩個星期 南方高溫天氣仍然將持續 預計今年的高溫天氣 綜合強度有可能達到1961年有完整紀錄以來的最強 但目前區域性的高溫過程還未超過2013年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上海、浙江、重慶等地的氣溫也打破了多項紀錄 上海中心氣象台介紹 直至上午 上海今年出現35度以上的高溫日數有40天 而40度以上的日數有6天 極端的最高氣溫就是40.9度 出現於7月13日 預計8月13日的日間 陝西、中南部、四川東部、重慶、河南、湖北、山東南部、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貴州北部和東部 以及新疆、南部、盤地東部、內蒙古、西部等地的氣溫都是介乎35至39度的高溫 其中陝西東南部、四川東部、重慶、湖北西部和東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和東南部、江西南部、上海、浙江、中部、中北部的地區 部分區域可能高溫達到40至42度 而局部地區可能會超過42度的高溫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李棠、巴士的部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到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